山里男人第一次进城买洗衣机 他不关心品牌、功能和质量 却只关心重量 因为接下来他要背着洗衣机走路至少三天 不仅要走过泥泞湿滑的土路 还要穿过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 不仅要走过悬崖峭壁上的阳长小道 还要翻过海拔4650米的隋拉山山顶 经过至少三天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 他才能回到位于亚鲁藏部大峡谷的小山村 只为送给小自己十多岁的23岁的妻子 也许这就是人到中年的男人独有的浪漫 男人名叫吉格 生活在亚鲁藏部大峡谷上的一个小山村 吉格所在的村子叫加热萨村 全村一共有600多人 村里的村民大都是洛巴族 也是中国人数最少的一个民族 他们所在的地区平均海拔1200米 山坡上可以种植玉米、蔬菜 也可以养殖家禽、家畜 这里中年无雪气候适宜 简直就像是世外桃源一般 周围的环山中年都被积雪覆盖 只有夏季冰雪消融的两个月 他们才能够牵马上路 翻山越岭采购物资 8月初的时候 吉格开始查看家里的马掌并定上铁掌 为今年的翻山越岭运输做准备 33岁的吉格已经担任运输队长8年 每五六户人家组成一队 从镇里运回村里公所所需的大米、石油 便可以拿到政府支付的运费 对于一年9个多月都生活在山谷的人 翻山越岭的大运输 也是他们购置城市商品的唯一机会 吉格家里的各种家具 都是他一件件扛回来的 提起这是吉格满是自豪 今年妻子的愿望是要一台洗衣机 47岁的老张也是运输队的一员 他是村里唯一的汉族人 25年前老张随部队到这里驻军 老张不仅爱上了这里的美景 还爱上了村里的一个姑娘 之后他便选择在这里扎根 如今17岁的二女儿已经初中毕业 接下来要到哪里上学还要等通知 他们要从谷底的加热萨村出发 爬上陡坡 经过海拔4650米隋拉山顶 通过悬崖峭壁的一条小路 最后到达波密镇装上物资 然后在原路返回运到村里 就算是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 一趟也最少要三天时间 波密镇交通比较方便 所以这里有他们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商品 吉格来到洗衣机店选洗衣机 他不看品牌功能和质量 而是主要看洗衣机的重量 因为如果太重的话他扛不到价 他最终选了一台60斤重的洗衣机 本想跟老板讨价还价一番 老板说这台可以到村委领200块补贴 吉格没再多说直接下单 老板要给他开保修三年的单子 吉格感觉还不如给他抹铃划算 如果洗衣机真的坏了 商家不可能上门维修 他更不可能再扛回来修理 之后吉格来到了分配物资的地方 这次一共来了16支运输队 每个队伍都想尽快拿到物资提前出发 为了公平起见他们抽签决定顺序 吉格的运气很好抽到了第三个 这次他们要运输的是40代50斤的大名 村委会根据运输的多少支付运费 每匹马的身上只装了两代大名 因为如果装太多 中途不幸坠崖的话还要赔偿 采购的大件不能用马驼只能人扛 这次他们一共7个人19匹马 装好之后他们便开始了返程之路 由于昨天晚上下了大雨路上满是泥泥 马儿走得非常的小心 扛着洗衣机的吉格也非常的谨慎 吉格11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运火 有一天父亲突然病倒了 那时候运输的路上还不能走马 吉格打算背着父亲到镇上医院看病 瘦小的他根本背不动父亲 更不可能翻过海拔4650米的大山 父亲在吉格25岁那年去世了 随后吉格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他每走一段就要停下休息一回 短暂的休息后又要赶紧出发 因为他已经落后队伍一大截 这是一支特殊的运输队 他们不仅要经过悬崖峭壁上的阳长小道 还要翻过海拔4650米的隋拉山山顶 只为给村里人带去必要的生活物资 以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 天快黑的时候 队伍来到了隋拉山的登山口 海拔3200米左右的营地 吉格比队晚到了30多分钟 指向都已经被他的汗水浸透了 停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马掌 如果有松动的话就会造成扭伤 在陡坡上坠崖很容易造成连锁反应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 他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开饭前 吉格转动佛珠为大家祈福 明天是最危险的一天 能不能顺利通过全看天意 如果出现下雨或者降雪就会很湿滑 甚至还会出现山体滑坡 晚饭是曾为炊士兵的老张做的 这顿吃的是青椒炖牛肉 平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这个 这是他们出征前的大餐 渐渐的其他运输队都赶了上来 50多个人只有两个简陋的帐篷 来得晚的晚上只能睡在外面 零下的温度会把他们冻得浑身颤抖 人意多难免会发生争执 大多也都是因为帐篷的事情 毕竟明天要过的是险关 谁都想提前睡个好觉 次日出发前 他们用蒸好的大米喂马 他们认为马吃了大米就会精力充沛 才能顺利地渡过险关 出发两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了雪谷 这里海拔4000米 常年冰冻的冰链难以立足 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 好在整个队伍都顺利通过了 经过雪谷之后 他们正式开始了登天路 这里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的小道 这样的路他们最少要走10公里 整条道路仅有一人多宽 他们习惯用一句话形容这条路的难走 深陷地狱 听天由命 七年前这条路才加宽道可以过马 之前全部由人扛着运火 狭窄的小道上 山岩时不时会寡蹭到行李 行走极其不便 经过一处200米绝壁的时候 一匹马不知道是累了 还是害怕 突然停在路上不走了 这时候他们不能催促 只能等待 差不多半小时后 马才又动了起来 吉哥走得非常谨慎 为了防止洗衣机寡蹭到山岩 他直接扔掉了洗衣机的外壳 此时他已经落后了队伍很多 上午11点的时候 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气温接近零度 早上还晴空万里 这会开始雨雪交加 身穿短袖的吉哥开始感到了寒冷 他停下来 穿上了一件外套 这个季节午后就会风起云涌 气温骤降 他必须尽早翻过山顶 若是道路被大雾笼罩的话就惨了 每多谢一会就会多一份危险 此时的道路已是十分的湿滑 吉哥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走这种悬崖峭壁上的小道 吉哥必须尽量往悬崖的边缘上靠 因为背着六十斤重的洗衣机他重心不稳 稍微碰撞就会失去平衡 很可能会失足坠下万丈悬崖 随着海拔得越来越高 空气中的氧含量越来越少 吉哥开始发出了沉重的喘息声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 山上突然起雾了能见度越来越低 八年前 因为天气恶劣 外加山体滑坡 吉哥的叔叔就是在这里丢了性命 距离山顶还有两公里的地方 一匹落单的马停在路上不愿意前进 不管主人怎么抽打马都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主人是吉哥的表弟 这是他新买的一匹马 吉哥走上前一眼便看出了问题 原来表弟把固定行李的袋子勒得太紧 马肚子上的皮都已经磨破了 看马实在不愿意前进 吉哥说表弟是真没有马缘 之前他已经死了四匹马 有的是在路上累死的 有的是不幸坠下了悬崖 为了不耽误时间只能卸货了 他把马身上的行李藏到路边不远处的草丛 等下次经过的时候再运吧 卸下行李后马终于愿意前进了 一匹马大约要五千块 相当于他们一年的收入 如果不把马带回去的话 他们一年的工作等于白杆了 走没有多久马又停了下来 不管两人怎么赶都没用 他们只好停下来等待 三十多分钟后马才缓了过来 下午两点他们终于来到了山顶 此时的雾也越来越大 他们比原计划晚了两小时到达这里 这里就是海拔4650米的隋拉山山顶 短暂休息后他们开始下山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马的体重加行李都超过了300公斤 下山时所有的重量都压到了马力量薄弱的前腿上 不少马匹曾在此失足发生事故 接连几个陡坡之后 高度一下子降了下来 他们终于进入了草原地带 来到了秘境亚鲁藏部大峡谷 半个世纪前 祖辈们在这里为解放军运输弹药和粮食 今天他们为村里运送物资 下午五点 他们来到了休息的营地 每个人的身体都疲惫不堪 鞋子上面沾满了厚厚的湿泥 有人累得不愿意说话 有人累得倒头就睡着了 老张稍微休息后为大家做饭 晚上及格早早地就躺下休息了 在不到零度的山顶当个太久 他好像有点受寒感冒了 第三天离家的距离已经很近了 队员们都顾不得疲劳快马加鞭的汤泊西茧 来到海拔1400米的时候 他们进入了亚热带雨林地区 这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 这里的气温有30度 湿气非常重 更加重了有病的吉格的疲劳 此时此刻他的身体虽然已经到了极限 但他一刻都不敢停歇 因为一旦落后队伍的话 他很可能会遭到猛兽毒蛇的袭击 又一段时间的前进后 加热萨村终于映入了眼帘 下午四点 吉格回到了家中 顾不得身上的疲惫 他兴奋地给妻子讲解洗衣机的用法 妻子听后非常的高兴 希望明年吉格能扛回来一台冰箱 就是不知道吉格听后有没有小腿发软 老张把物资送到了公所 今年他们运来了20吨大米 吉格拿到了1400元的运费 每个夏天他们都要往返运输很多次 才能挣个来之不易的现金收入 村小的桌椅 砖块 水泥 全都是他们一点点扛回来的 老张的女儿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她要去5000公里外的青岛去读书 为了庆祝 老张特意杀了一只鸡 八月末的时候运输队又要出发了 这次要运的是油和盐 同行的还有老张的女儿 启程前 老张妻子为马背上涂上了牛油 这是落八族祈求旅途平安的方式 运输会一直持续到九月末降雪 到时候登天路就会重新被大雪覆盖 纪录片登天之路到此结束 结婚时吉格扛回了衣柜 孩子出生后 吉格背回来了学步车和奶粉 家族壮大后 家里换了大饭桌 七年前村里通了电 吉格抬回了电视机 他一趟又一趟 背回了全家人的幸福 这就是亚鲁藏部大峡谷居民的人生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